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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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的作风也好 就是说他所有的回答 都没有超出报告的范围 但是他给出两点 一个当然问他 就是说如果特朗普 不是美国总统 他是不是能受到4%起诉 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另外就是说 确实在2016年 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俄罗斯有干扰 试图干扰 但是因为这件事 穆勒在接受 国会议员的咨询当中 没有提出很新的东西 所以让特朗普很高兴 特朗普松口气 民主党很失望 很失望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穆勒这件事 虽然在国会作证了 但是通俄门并没有完 还是个悬案 还是个悬案 就是说这个民主党已经表态了 还要继续找 就是说这个和这个 深究下去 深究下去 这个当然了这个事呢 我觉得对这个美国 2020年的总统大选 还是有影响 应该能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刚才老曾讲了 这个穆勒还是比较经验老道 我看了一下 他这一次有人做了一些总结 那么总体来说 穆勒这次证词呢 虽然长达六个小时 但基本上是莫能两可 这个他前后有很多话语 就是他总结的他那些几点啊 我看前后是让你感觉到这个 一个是莫能两可 一个呢 你不知道他重点要描述什么 你看他说 有证据显示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 那么俄罗斯呢 确实呢 做出了影响美国大选的一些行为 但是这个行为和特朗普挂钩没挂钩 他没有说 那么好 接下来他说 特朗普呢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 对不对 和这个俄罗斯之间呢 是不是有过影响大选的这种接触 或者沟通 对吧 现在没有证据显示 对吧 没有证据显示的话 那么还可以继续去找新的证据 对不对 所以他说 在现在情况下 是不能够弹劾总统 或者起诉总统的 对 不说弹劾 起诉总统 但是呢 总统下台以后 那有这种可能 所以他说的话都是莫能两可的 对吧 那么使得呢 当然最后结果使得民主党人 有点失望 那么使得呢 特朗普呢 略微宽心 但是这个事呢 正如您刚才说的 对2020年的 这个选举呢 还是会有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的影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个悬而未决的案子 民主党还会继续深究下去 对吧 还会拿这个事做文章 那么这个事反过来在特朗普那儿呢 没有彻底解决 对没有彻底解决 随时可能引爆一些新的问题 对吧 这个在民主党内部呢 有两种意见 关于这个弹劾这个特朗普 那佩多西的意见 你就是说 没有确实的证据 我们不能弹劾总统 他还是站在一个美国这个整体 这个最高的那个利益 这角度的来考 你不能随便的提出一个议案 对不对 没什么证据 但是另一些民主党人认为呢 就要坚持弹劾特朗普 当然呢 这些人可能还会 直直不倦地来寻找一些证据 对对 这个主要是 你要确实通俄了 这个事是百分之百的 会遭到弹劾的 现在问题就是没这个证据 所以穆勒这个位置啊 很不好做呀 这个说 怎么说啊 说不好都得罪人啊 对 所以他这个莫能两可 这番话 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吧 我想 这个实际上呢 民主党内呢 对这个弹劾这个特朗普呢 也是两种意见嘛 一个是这个佩洛西 他就说你们 实打实的证据 不能提出弹劾 对 那有些人呢 还会坚持 坚持怎么办 你会可能要继续 要深挖这个 这个特朗普的 这个托罗曼的证据吧 那所以 在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之前 我想通俄门这个事呢 还会继续发酵 继续发酵 可能呢成为这个 因为我们看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历史上啊 什么水门事件 对啊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何林顿那个反正也算一个实践嘛 啊 那个那个拉索门事件 啊 还有这个 里根的伊朗门事件 伊朗门事件 但是这个事件呢和其他那几件事呢 都不太一样 还有点特殊性 所以呢 这个通俄门 将来对美国这个大选 能有怎样的影响 这个特朗普 会不会被这件事啊 最后倒下 这个呢 还得再观察吧 这个北京时间呢 这个7月25号 中国商务部那个确认了 就是说这个中美第12轮 这个贸易谈判 在7月30号和31号 在上海举行 对啊 为落实两国元首 大阪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双方牵头人 将于7月30日到31日 在上海见面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举行第12轮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那在此前呢 这个彭博社也透露了 是在上海 其实这个 我不到你关闭关注啊 这个在上海举行呢 这个有很多议论啊 是 从北京到上海 对对对 上海举行 首先让我想到的是 1971年 尼克松访问中国 对吧 中美之间的第一个公报 就是上海公报 对对吧 那么这个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 上海很重要 那么在北京谈完以后 最后在上海 双方确认了公报的内容 并发表 所以上海这是个很好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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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地方 风水不错的地方 是吧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对这次在上海的这个会谈呢 希望呢 能够啊 像四十多年以前 应该将近快五十年了 四十八年以前的呀 对不对 能达成一个新的上海公报 使得中美贸易战呢 能够停止下来 而且中美的贸易呢 能够顺利的发展 对 这个呢 就是说也说明了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啊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 而且呢 不光是地点变了 嗯 而且中国商务部长 这个 中山 中山 也就是被明确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加入了 因为以前我注意到 这个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 北京的几个照片 嗯 双方 谈判的团队呢 嗯 并没有这个中山 没有 那中山在最近出现 而且这个 很多媒体认为这个 中山呢 是一个强硬的这个 角色 而且它在这个 技术层面上 嗯 就贸易谈判的技术层面上 嗯 经验 经验丰富 而且还有一定的这个 嗯 水平和能力 嗯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上海呢 这个有个进口博览会 去年举办一次 对 今天还要举办 据说 这个进口博览会呢 是习近平主席呢 亲自抓的 嗯 那表明呢 在上海呢 就是说这个 好像 一样贸易谈判在上海 嗯 那么贸易归贸易 嗯 政治归政治 因为这个上海呢 可以说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金融中心 嗯 对吧 北京呢 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中心 是 那把中美双方的贸易 谈判店挪到上海呢 嗯 也好像是尽量 不要把这个政治的色彩 嗯 这个 尽量淡化 尽量淡化一些 嗯 当然了还有一种说法 这个 这个 七月份嘛 嗯 这个也是北戴河会议嘛 对 离得远点 离得远点 另外呢 这个因为 很多中央领导的开会 嗯 可能呢 也不太方便 见这个 叫莱特希泽 莱特希泽 还有这个 这个蒙鲁青这些人 对 那这样的话 在上海的话 就就就好像 离得远嘛 也够不着嘛 你就安安心心 中美双方就 进行这个贸易战的谈判就完了 对 反正在这个之前呢 就是说 我觉得有一些好的迹象 嗯 一个是这个美 呃 中国好像要开始 购买这个美国的农产品 嗯 但是中国呢 是 强调好 舍去了大豆 购买了高粱 好像 对对 意思就是说 我要买 这个就是像 透露的信息很多 就是意思我要买 但是呢 我不一定 我反正花了钱了 不一定买 你急需要卖出去的 而我买 我急需需要的 对吧 就是这一个是表明一种姿态 对对 然后呢 这次贸易谈判 最先发布消息的人 是白宫 嗯 白宫新的秘书 先发布这个消息 就是双方我觉得 在这一轮的谈判当中 就是 当然 这样我们希望 就像你谈的 如果在上海 嗯 能达成一个协议 嗯 跟当年的上海公报 一样 延续下来 这个非常有意义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 新一轮谈判呢 嗯 双方都会有一个 嗯 务实的态度 对 但中国购买这个 美国的农产品呢 其实也是 协议当中的 嗯 一部分 对 中国要承诺了 是 就是我跟你谈 你要买我的动议 那中国表示善意 对 那美国的主要好像 还是在什么 支持产权了 嗯 什么 等等 技术转让 技术转让 对 等等 几个 大概有七个方面 对 可能还没达成一致 但是不容易了 就是说 但我觉得 嗯 这次呢 因为好像美国代表团 嗯 到中国的次数 要比北京 要比中国到美国的次数要多 对 我也感觉 是这样 嗯 也说到这个上海了 咱们关于这个公报的事 还得多说两句 中美之间呢 中国一直强调是以三个 联合公报为基础 对 中美关系 对 中美关系的基础 那么这就是包括 1971年的上海公报 对 1979年的建交公报 和1981年 和里根的这个 这个817公报 817公报 对吧 那么这三个 那么 呃 我觉得是这样 上海公报确定了 海峡两岸都承认 只有一个中国 这是非常有智慧化的 也是间接的 美国表达一个中国的原则 对 这是确定 那么建交公报呢 那么 那么 无疑是表达了美国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唯一合法的政策 对吧 那么817公报主要是 什么呢 建交公报还包括了撤军 对吧 包括了撤军 减少这个军售啊 等等 那么817公报呢 呃 除了双方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外 主要一个问题 也是撤军和 销售武器的问题 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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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分析一下 从1971年到1998年 10年之间的中美呢 有三个联合公报 当然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强国存在 那就是苏联 双方都有这个需要 那么81年到现在 多少年过去了 对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过去了 对 这三十多年 中美之间的变化非常巨大 对 所以呢 在这期间呢 我们可以说在江泽民时代 这个胡锦涛时代 一直到习近平时代 这已经跨越三个时代了 对吧 之前应该还有四个时代 那么居然中美之间 没有新的这种公报的出现 来奠定双方的发展方向和基础 所以呢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中美贸易谈判 能够解决不单是贸易上的问题 为中美两国将来的 未来的这个 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能再建立一个 能有一个公报是吧 对 但是现在看维会其微 尤其从美国这个整个社会 现在的对华态度来说 需要一个继续努力 这个呢 也是就是说 作为我们美国的华裔 这个 就是说能够在地方层面上 做一些工作 做一些这个促进 中美友好 促进中美经贸交流的工作 因为我们经常能够接触一些 这个 市议员也好 这个州议员也好 虽然他们 这个跟联邦层面上有些脱节 对啊 但是呢 如果是美国的地方 表现出强烈的希望中美友好 希望中美贸易往来更密切 嗯 那联邦政府也没有办法 希望通过民间的交流 通过文化方面的交流呢 来把这个基层的基础的工作做好 对 那最后呢 谈一下 因为昨天呢 参加了个记者会 嗯 加州州长 或者有一些人提出一项这个 这个有个想法 就是说这个 在为了实现加州 2030年 减碳 这样一个目标 准备把这个建筑啊 所有的建筑 包括民宅公寓商用建筑 新的建设的时候呢 把煤气 天然气取消掉 这个呢 就是说现在呢 就是在这个 北加州的伯克利市 嗯 已经实行了 伯克利市已经通过一项法案 嗯 就是说在2020年 嗯 那个城市的这个 所有的建筑 新建的啊 建筑 要取消这个 煤气 就那个建筑里没有煤气 都是电 嗯 那这个事呢 引起了华裔社区的 强烈反弹 嗯 那这里面有两点 一个呢 这个作为华裔来讲 嗯 或者华裔餐饮业来讲 嗯 做菜呢 离不开煤气 那必须的啊 对啊 这这这这这算是一个 第二个呢 从目前来讲 嗯 使用煤气 嗯 要比使用电 便宜的很多 对对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 而且呢 我之前参加记者会 那些业者也好 社区领袖也好 这发言中 你说 我们不反对 嗯 减排 嗯 减排呢 电是有这个 很多的办法 但你不能采取极端 就是说 你将来加州 能源唯一的 使用电了 嗯 这其实能源呢 是有可选择性 而且它是多样化 对 多样化 它说这个再生的天然气 嗯 它对环境的污染 嗯 和百分之百 用电 嗯 是一样的 嗯 就所以呢 这个事呢 就是因为有时候 加州的政策啊 嗯 怎么说呢 比较极端也好 比较极左也好 嗯 所以当然这个事呢 要实现起来 还相对来讲 还比较远 嗯 2030年 嗯 但是呢 从我们华裔社区的角度来讲 因为有时候大家不太关心立法 嗯 那一旦这事只要立法了 嗯 你再反对就来不及了 是 所以这个 就是说社区那就是说 所以实际上华裔社区民众 嗯 关注这件事 那么呢 表达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声音 这个事是 关系到我们的确生利益的 对 这个电 嗯 电炉炒菜和煤气炒菜 我都试过 因为我有一段在 那个外州的时候啊 他租的工艺只有电的 这个电的有个问题在哪呢 中国人炒菜要急火 是吧 啊 急火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急火工薪 一个是急火炒菜啊 这个炒菜一定要急火 但是呢 这个电呢 要急 来不了 要撤火 下不去 所以炒出来的菜 这个电炉只能是什么呢 熬菜 不能炒菜 对吧 那我们对我们的华人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中国饮食 呃 有十八半五亿嘛 什么炒爆溜炸什么的 对对对 其中这个爆炒是最关键的 我们现在在餐馆吃饭 不管是川菜也好 金菜也好 鲁菜也好 粤菜也好 粤菜 有猪肝 有猪腰子 还有什么肉片 这三样必须要急火 那么这次我看了一下 这个很多餐饮业者 现在已经很着急了 对吧 对将来要是不能用这个 呃 这个这个煤气以后啊 炒出来菜味道不一样了 而且家里不让用以后 我们也只能熬菜了 这中华这个优秀的 这个影视传统文化 很可能在我们未来十年以后 就要开始慢慢消失了 是吧 变成熬菜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呢 我希望呢 咱们共同关注 是吧 希望呢 还能网开一面 让我们继续用煤气锣 好 那个今天我们就到这 好 下期节目 我们再见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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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